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南海十三郎的故事 在1953年10月26日 十三郎在皇后大道中高升茶楼附近的十字路口 向路人大声演讲 内容是谈及时证 引来大批人围观 于是警察将他带到湾仔2号猜馆文化 后来经警方判断 十三郎的精神病发作 于是将他转送到高阶的精神病院 在1960年代 十三郎曾经打电话报警 向驻守湾仔的警察报案 指他的鞋不见了 警察就问十三郎是谁偷了他 他就说有两个人行事 但是警察就不敢拘捕他们 对啊 为什么呢 佳恩偷了十三郎左鞋的是毛泽东 偷了十三郎右鞋的是蒋介石 所以令到他左右都不能走 左右都不能走 左右都不能走 这就相当好笑了 此外 粤剧名领阮邵兆辉 也曾经抑述过有关十三郎的日史 其中一则就是说十三郎的晚年 他的外表和形象 就并不是说好像坊间那些画剧 和影视改篇作品那样描述到 披头散发 头发蓬松 骯髒骯髒 阮兆辉 他曾经跟十三郎的本人亲身接触过 形容他的外表有几项特点 首先就是他配戴圆框的眼镜 而且他是双目永远有神 满面胡桑 身穿着旧西装 而且有带领胎 绝对不是说不收蝙蝠 此外 十三郎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亦都时常地拿着一个干湿外套 亦都时常手执着布子 多数就是为他私自草 是草下的那些旧布子来的 另外 十三郎的鞋边 鞋边总是占着一些容易制成 硬身纸製的小烟盒的纸 在1950年代 涉角仙曾经见到十三郎 在湾仔一带 生活相当老到 于是涉角仙曾经以金钱接制他 但多数都是用间接的形式来接制他 就不是直接给钱他 怎样间接呢 就是涉角仙曾经交付了五百元港元 所以就给这个月劇名领尤星浦 祝福尤星浦 帮十三郎添置一些新衣 让他穿得更干鲜 于是乎尤星浦 首先带十三郎去旺角玉德池洗澡洗澡 然后就替十三郎买了一些二手西装 事后由星浦仍然将剩下的款项 交给十三郎 十三郎就将这些钱换成五元的税纸 然后他就将这些税纸 全部派给乞衣 所以十三郎的行径都相当奇怪 在一九五零年代 另一则趣事就是 十三郎就曾经趁这个交通警察 在晚上下班之后 他就在湾仔大佛口的十字路口旁 中华秦道工会香港堂 即是现在我们俗称红尊礼拜堂的外面 那个外面就有一个有盖的交通警方 他就站上去向那些途人大声演讲 那湾仔二号警察就曾经派警员去拘捕他 但是十三郎入了警处之后 他又竟然用流利的英语 和外籍警官交谈 那些警察即使再见到同样的情况 也不敢再拘捕十三郎 免得自找麻烦 以上这些都是一些十三郎的趣事 或者可以说是日事趣闻 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十三郎的故事 分享到这里也都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这条片 给其他喜欢粤剧红铃的朋友 同时也都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我们这个 阿N与阿Lan 频道 好 拜拜 下条片再见 我一会答应 我一会答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